许楚这名武将可以说是三窩杀一刀多伤的祖师爷了 但是许楚这名武将在三窩杀的存在感却很低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技能描述 罗伊 握牌觉得你可以少没一张牌 然后本回合你使用杀货决斗造成伤害时 此伤害加一 制作不易啊 如果喜欢本期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多多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后期影片大家会第一时间看到 好的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的正品部分 首先我们要知道 在最开始标凤的环境中 牌堆一共就108张牌 其中杀有30张 绝对有3张 首先你就是一个末牌白 你连杀都蒙不到 那你发动罗伊还有什么意义吗 整国吗 当然了 要是有刘备 郭佳等保养 再配合冠师傅和诸葛连奴等 确实可以打杀四方 毕竟这是个特殊情况 那你说刘备带狗而已 那狗也可以赢 在以前 游戏节奏是特别慢的 往往预计下来能打个二三十分钟 能打十多轮 甚至几十轮 这都是常事 所以许傅在当时正确的打法 就是续豹 留着杀和决斗 在适宜的时机 在发动罗伊受人头 在当时 用这种打法的玩家并不多 但续豹 容易被人用顺种牵 过和拆桥这样的锦囊破坏掉 或者让赵鸟给偷走了 你说你许傅本来摸到个决斗就不容易 想续豹 然后牌还让人偷走了 那你还玩啥了 直接小道了 然后就是菜刀样的通病 就是手短 经常摸不到距离 被人家加伊玛卡一万年 当个反贼 一整局都摸不到距离 没法激活主攻 所以综合来讲 身份适应上 让我平分 满分五分 主攻零分 重申一分 反贼1.5分 内奸一分 综合分一分 不能再多了 反贼1.5分是因为可以凑反车 毕竟上来是明着身份 大家四个反可以激活主攻 内奸你可以囤移成决斗 AK啥的过 我觉得 许楚在被人帮人就是店里的存在 你记住我说的话 你什么都不是人记住 这个地宗之地 许楚在游戏中的强度 完全比不上他的历史上的地位 其实这也是三国杀的一个弊兵 前期很多 这名的武将技能强度都很低 很多武眠小将 吊打武虎上将 你说当年 许楚一刀把许柔给秒了 现在呢 许柔表深 就你要许楚啊 阿满 都得给我把话上一上 冷 好冷啊